神秘电视 庄严神秘的风华 接下来请收看 佛教动画系列 一时 世尊住在舍卫国奇缘经社 为众比丘说法 当时国中有一位大长者 财富无量 但他没有儿子 只有五个女儿 当妻子正怀孕时 长者去世了 当时国法规定 如果主人死了 而家里没有男孩 所有的财物都需没收 归官府所有 不久后 长者的妻子生下了孩子 这孩子没有耳朵眼睛 有口却没有舌头 也没有手 脚 但却有男根 于是 就为他取名为 曼慈毗里 一位长者听后 很惊讶会有这种事 便到佛前 问道 世尊 那个长者的儿子因为什么缘故 没有掩耳舌和手足 却生在富贵家 成为财产的主人 问得很好 仔细听 好好思维 我将为你解说 在过去 有两位大长者兄弟 哥哥名为谈弱世智 弟弟名为施罗世智 哥哥从小便忠×责诚实 经常喜欢布施 拯救贫穷的人 他既成性又善良 受到全国上下的称赞 国王制命他为国家的法官 凡是打官司或者是非等事 都由他来采取 当时的法律规定 借钱还债不需利有自据 都到法官那去 请谈若事质作为证人就可以了 有一次一位商人准备入海 向弟弟奢罗事质借了很多钱 用于一路开销 当时这位弟弟只有一个孩子 年纪还小 他领着儿子和借出的钱 带到法官哥哥那里 大哥 大哥 这个商人向我借了这些钱 说是入海回来时会偿还 请哥哥当证人 如果我死了 作证让我的儿子收回这笔钱 那好吧 就这样说定了 帝帝失落世质 不久命中 商人乘船入海 遇到巨大风浪 船只毁坏沉落 商人抓住一块木板 才得以保命 回到本国 当时失落世质的儿子听到传回 商人空手归家的消息 又只见他只有一个人 心中安下 他虽然欠无钱财 但现在这样穷困 怎么能够找他收债呢 应该等他有钱时 再叫他偿还 后来 这位商人与其他商人再次入海 获得许多珍宝 平安归来 于是商人用重宝装饰了一匹豪马 穿上宝衣 乘马进入街市 长者子看见他的衣服和座脊 这样滑贵 知道商人有钱了 便派人去要债 商人答应好好考虑一下 我借的债 我借的债太多 又有了很多利息 没有办法还清 怎么办呢 有了 尊敬的法官夫人 我本来从师罗氏之那儿借了少量钱财 现在他儿子来向我讨债 我供养您一颗宝珠 价值十万 等他来向我要债时 希望您嘱咐法官不要做此事的证人 法官为人诚信 一定不肯这样 我替你试着说说 我怎么会做这种事呢 因为我诚信不说妄语 所以国王才认名我为国家的法官 就算让我说一句妄语 也不可以 商人再次来时 妻子细说情况后 就退还了宝珠 那个商人又加上一颗 价值二十万的宝珠 再次前往奉送 请你告诉法官 这就是一件小事 只要说一句话 就得到三十万钱 如果那孩子胜诉 虽然他是你们的侄儿 可你们却一点钱也分不到啊 这个道理应该能想得通 昨天跟你说的是合情合理 希望你一定要放在心上 绝对不能这样做 我因为值得信任 才身居法官一职 假如说一句妄语 现实中将不受世人信任 护士要感受无量节的痛苦啊 我和你共为父亲 就算遇到生命危险 也期望不相违背 但我嘱托你这样一件小事情 只要你说一句话 你都不答应 我还活着干什么呢 如果不同意的话 我就先杀死小儿 然后再自杀 我只有这一个孩子 如果他死了 财产就无从托付 如果听他的话 如果听他的话 那么我近世将不受人信任 来世也必然感受无量痛苦又闹 怎么办呢 谈若是致不住 既受不住妻子的逼迫 万般无奈之下 只好答应了他 圣主 你应该记得吧 从前欠我的钱 今天应当偿还了吧 我什么时候欠你钱了 怎么一点都记不起来呢 如果真的欠你钱 那证人是谁 当年我父亲和我亲手把钱交给你 法官是见证人 你怎么可以否认呢 我现在不记得了 如果真有那么回事 我一定偿还 这个人 以前从我父亲那儿借了钱财 伯父您作为见证人 我当时也在场 事情是这样的吗 不知道 如果伯父当时 的确没有耳闻目睹 没有说正话 也就罢了 可实际上 你难道不是用手足 指着那些钱财 答应作证吗 没有这回事 因为伯父终成善良 国王才派你裁决事务 国人也信任 依赖你 而我作为你的亲侄子 你都做出这种不合法律的事情 那么外人 就更可想而知了 同源者肯定不少 其中的真假虚实 后世 死人分枪 当时的法官 坦若实质 就是如今 只为没有耳目手足 混沌一体的财产继承人 由于耳时 一望一顾 堕入大地域中 感受了许多痛苦 从地域出来后 就在五百世中 恒常感召 混沌身体 由于他当时喜好不失 能经常投胜于富豪家中 成为财产主人 可见善恶有报 尽管时间漫长 也不会毁坏 所以 你们应当情家精进 互持深口意 不要轻易造作恶业呀 识诸大众 闻佛所说 有得出国至四国者 有发无上菩提心者 莫不欢喜 引带凤行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积极其社会公义为执致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额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至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 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至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跨国账号 5044-4468 5044-4468 护名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总管理处 可以用来冲马桶 还有拖地 一水多用 结杯用水 从你我做起 我是中央气象局吴婉华 我的神水好习惯是把洗漱果的水 和厨师机里收集起来的水累积起来 用来浇花 擦拭加具 还可以拖地哦 浇水多用 结水可以很轻松 还记得 演练抗震保密三步骤吗 我记得哦 趴下 掩护 稳住 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 这时要带着避难包 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 说到避难 全民防災一点通 或消防防災一点通 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及导印 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 更要记得以上紧急避难方式哦 黑母鸡与大白鹅 哎呀 老吴 你这是要做水煮鹅蛋吗 什么水煮鹅蛋 我这是准备孵化小鹅呢 老吴 你家里又没有母鹅 要让谁帮你孵鹅蛋呢 我家里是没有母鹅 但是我家里有只黑母鸡嘛 让母鸡孵鹅蛋 亏他想得出来 母鸡愿意帮忙孵蛋呢 经过黑母鸡一段时间的孵化 三只小鹅被孕育成形 它们开始啄着蛋壳内壁 准备破壳而出 除禽出壳的第一眼是非常重要的 它们会毫不犹豫地 把生平第一眼看见的动物 认定为自己母亲 妈妈 妈妈 你们不要过来 你们不是我的孩子 妈妈 妈妈 你不要走 你们这些扁嘴的家伙 离我远点 你们不是我的孩子 太棒了 太棒了 小鹅孵出来了 走开 走开 哎呦 好痛 你这个家伙 想要干嘛呀 如果你再敢欺负这些小鹅 我就对你不客气 小鹅们认定了黑母鸡 是它们的妈妈 不过黑母鸡 却一直不认可它们 妈妈 妈妈 你在找什么 妈妈 这种东西好吃吗 你们好烦啊 不要再跟着我了 妈妈 妈妈 哎 真受不了这些家伙 这些小鹅看起来很美味啊 你才能美美地吃上一顿了 机会来了 妈妈 妈妈救我 不要跑 不要怕 我来了 不准伤害我的孩子 你的孩子 你是在开玩笑吧 母鸡生出一群鹅来 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少废话 赶快离开这里 哎呀 可真凶啊 你这个家伙是不是疯了 妈妈 你好厉害 是啊 妈妈 你真是太厉害了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 不过我倒是可以保护照顾你们 你能保护照顾我们 那就是我们的妈妈 没错 你就是我们的妈妈 好吧 那我就当你们的妈妈 就这样 黑母鸡慢慢地接受了这群小鹅 但随着小鹅越长越大 他们开始向往到河里畅游觅食 毕竟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性 老沃 你家的鹅还从来没有下过水吧 是啊 它们这不是还小吗 都这么大了还说小 这都是因为你让一只母鸡养着它们 它们跟着母鸡哪里敢下水 这和我家的黑母鸡有什么关系 我今天就让它们下水游跟你看看 来 来 去河里玩玩吧 你看到了吧 它们即便是被母鸡带大的 但仍旧是鹅 依然喜欢下水游泳 危险 你家的黑母鸡 这是疯了吗 孵化出了鹅 就以为自己是鹅 竟然还敢跳进河里 这只傻母鸡 它这是要下河 去救那些鹅吗 你这个家伙不要命了呀 真傻的 经历了这件事情后 黑母鸡竟然有一种失落感 过去它一直保护着的鹅 它们已经不需要自己来保护了 嗯 终于长大了 妈妈 你尝尝这个 味道很好呢 你吃吧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里的食物 夜晚 鸡尘里 黑母鸡在那里睡觉 而那三只鹅 在一个角落休息着 嘿嘿 看来今天能饱餐一顿了 鸡有夜盲正 到了晚上 什么也看不到 因此 那只黑母鸡 丝毫没有觉察到 危险的到来 啊 你们快看 那是什么 不好 黄鼠狼 我们的妈妈有危险 我们快去救它 对 我们快点去救妈妈 住手 哎呀 真可恶 竟然来了一群多管闲事的鹅 赶快 离开这里 不准伤害我们的妈妈 妈妈 你们有搞错吗 发生什么事情啊 啊 黄鼠狼的味道 天啊 黄鼠狼来了 救命啊 救命啊 你们的妈妈 她可是一只鸡啊 赶快走开 别捣乱 救命啊 救命啊 哎呀 好痛啊 不准伤害我们的妈妈 哎呦 今天真是见鬼了 一群鹅 一群鹅 竟然认一只鸡当妈妈 你这个家伙还不赶快走 哎呦 妈妈 你没事吧 没事的 孩子们 真是谢谢你们 几个月后 黑母鸡 黑母鸡 孵化出了三只小鸡 这些小家伙 吸引野猫 但他们 却都不敢 贸然发起攻击 因为 在他们身边 有三只 威武的大哥 你们看 哎呀 老巫 你胆子可真大呀 这么小的鸡 你都敢带出来 难道你就没看到 那些野猫 一只只虎视眈眈的 都准备打吃一顿吗 放心好了 他们不敢轻举妄动的 你没看到 那些小鸡的大哥们 正在保护着他们吗 他们的大哥 是啊 你们看那里 怎么样 有他们在 那些野猫呀 哪里还敢放肆 真是没想到 鹅竟然真的会和鸡 成为一家人 当然了 动物之间 也是有感情的 他们懂得互相关心 和帮忙 嗯 难道你们没听说 狗妈妈养大幼虎的故事吗 那只老虎 即便长大了 成了百兽之王 仍然听那只狗的话 并视其为妈妈 老虎都如此 更何况这些温顺的家禽呢 嗯 你说的对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